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歇尔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复兴计划 它成功地挽救了西欧编于崩溃的经济 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美国实施这一计划不仅是为了西欧的经济复兴和美国的经济利益 而且还希望借助欧洲的经济复兴来遏制苏联对西欧地区的渗透 确保美国的霸权地位 欧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 这场浩劫带来的灾难损失难以严状 战争使英国的国民财富损失了四分之一 船舶吨位减少了四分之三 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 黄金外汇储备枯竭 一半以上的工业完全瘫痪 煤矿完全关闭 失业人数突破六百万 丘吉尔惊呼 大英帝国的权力与地位一落千丈 英帝国的力量和影响已下降到了惊人的最低点 法国的状况更为严重 法国在希特勒的闪电战中 败降而饱藏了亡国之痛 战争夺走了140万法国人的生命 经济损失惨重 按1945年价格计算 其损失高达48930亿法郎 百万公顷以上的土地被破坏而无法耕种 1945年初工业生产还不及1938年的一半 加之1946年底又碰上了百年罕见的酷寒 真是饥寒交迫 民不聊生 1946年联邦德国地区的工业生产 至极占前1938年的百分之二十三 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成了一堆瓦力 老百姓已经无法生活下去 其他西欧各国生产凋敝 以濒临崩溃 原料燃料和日常生活品齐缺 经济的衰败使得西欧民众对宪政权的不满于反抗情绪 与日俱增 政局动荡 当地向法国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壮大 西欧各国资产阶级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美国政府认为 对战后美苏尖锐对抗的局势 西欧危机正好为共产主义的俄国统治世界提供了良机 从经济复兴 安全防御来说 西欧要借助美国的力量 从战略需要来看 美国则更需要西欧的复兴 联合起来与苏联对抗并夺取世界霸权 2.马歇尔计划与西欧的复兴 1947年初 美国前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 接替贝尔纳斯出任美国国务卿 6月5日 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 马歇尔向8000名听众发表演说 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 他首先对欧洲的经济形势做了简要的回顾 强调欧洲已经是一片废墟 整个经济结构已经土崩瓦解 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变 就会对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马歇尔说 事实真相是欧洲在今后三四年内需要从外国 主要从美国进口粮食和其他的必需产品 其需要量比他目前所能偿付的能力大得多 因为他必须获得大量的额外援助 不然就得面临性质非常严重的经济 社会与政治的恶化 他还说 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状态 这是合乎逻辑的 否则就不可能有稳定的政治和有保障的和平 我们的政策不是反对任何国家或任何主义 而是反对激紧贫穷冒险和混乱 他还强调这个计划必须是联合性质的 马歇尔计划的一个特点在于它是以自助为基础的 其目的是要使欧洲各国联合起来 与美国共同设计出一套符合他们的需要的解决办法 马歇尔这次演说为马歇尔计划打下了基本的基调 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引起强烈的反响 被政治经济危机压得喘不上气的西欧各国政府 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响应马歇尔计划 但在东欧 苏联认为 马歇尔计划要求制定一个欧洲统一的经济计划 其害怕美国势力向东欧渗透 因此对该计划保持反对的态度 1947年6月19日 英、法、苏三国外长在巴黎会晤讨论马歇尔建议时 苏联谴责马歇尔计划违背了国际合作的原则 使欧洲分裂为两个集团 指出这个计划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 接着苏联先后与东欧各国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 进一步巩固了苏联与东欧的经济联系 东欧各国因此退出了马歇尔计划 1947年7月12日 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16个西欧国家 在巴黎开会建立起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 9月24日 委员会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一个 西欧互助和自助的总的复兴计划 作为与之相对应的美国财政援助的方案 杜鲁门向国会提出了所谓欧洲复兴计划的资文 1948年4月2日 获国会批准 称1948年经济合作法 根据该法规定 西欧国家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双边与多边协定 援助总额达130多亿美元 由美国利用财政公开工资 开支来购买食品、燃料及其设备等物资 援助西欧各国 其中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受援最多 马歇尔计划的援助 使从冰岛到土耳其的16个西欧国家的经济迅速复苏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 他们的工农业产量分别比战前增加了25%和40% 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西欧经济度过了困难时期 巩固了西欧的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 到了1950年 西欧各国生产已经达到战前的水平 年增长率达6% 有的国家高达10% 英、法、意的工业生产 在1948年底已经超过了战前水平 德国西方占领区的工业生产到1952年为战前的115% 该计划还推动了西欧国家的经济联合 为20世纪50年代末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 而实现西欧经济一体化 奠定了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